我当年立志想 我不会做傻事 这个皇后之位 是哥哥用命为我换来的 从今往后 我会好好的做王后 但不是西岩枪炫的王后 是陈戎氏和赤水氏的王后 看到这里 小编突然明白了 为啥风龙要被血杀了 恭喜你陈戎星月 终于觉醒了 可惜代价太大了 风龙是为了星月才贪功冒进吃了败仗 最后更是替枪炫挡下香柳的毒箭 允命杀场 临终就一个要求 希望枪炫宝星月一世平安 看到这 本来就讨厌星月的小编就更气愤了 到底还是把哥哥害杀了 明明是他犯下大错 却要风龙赎罪 爱 看完 长相思二里最有感触的就是星月 因为他很真实 很多人不喜欢星月 觉得他心胸狭隘 贪恋权势 和阳光大男孩风龙完全不同 真是不敢相信 他俩竟然是双生子 对此 小编只想说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不仅观众讨厌星月 就连亲哥哥风龙也烦得紧 剧中 有一幕 就是风龙向父亲小言传抱怨星月 对此 小言传深感愧疚 当初因为陈戎被灭 老西岩王命小言赚代为管理中原 却又担心他遭反 于是命其夫人赤水小叶和女儿陈戎星月 留在西岩做质子 和风龙在赤水无忧无虑完全不同 星月的童年受尽了磨难 朝不保夕 最大的心愿就是活下去 每天都在祈祷父亲 一定不要造反 以至于他后来一直惧怕老西岩王 对此 他之前就曾对小妖说过 对你有爱的外野 却是我童年的噩梦之类的话 星月是陈戎王族之后 又在西岩担惊受怕的 做了170年的质子 才造就了他 对于权力异常迷恋 觉得只有手握权力 才有安全感 很多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 熬不住是很正常的 比如小妖就曾说过 被九尾狐妖囚囚禁的时候 想过自杀 后来才决定反杀 小妖也曾说过 自己虽然逃出来了 但是心里一直病着 还囚禁在当初那个牢笼中 是涂山井治愈的自己 虽然没有交代星月怎么样 不过从他就连后来成为了西岩王后 也依然不敢和老西岩王对视 多说一句话都不愿 可见童年的阴影多么可怕 正是因为星月去西岩做了质子 才换来风龙无忧无虑的童年 她才得以顺利长大 风龙的一切都是星月换来的 风龙还是心疼妹妹的 虽然不理解星月的偏执 却也知道自己的一切 都是妹妹受苦换来的 星月因为被枪炫厌弃 在紫禁顶过得生不如死 风龙才不顾父亲的阻止 执意立军功 想要妹妹好过一些 明明知道香流狡诈 但是想到星月等不了 风龙才会贪功冒进 当初那个和小妖好到不行 灵气十足的姑娘 怎会变成如今这个深功怨妇 很多人讨厌星月 是从第二步开始的 第一步 末尾星月在枪炫最难的时候退缩了 我们不喜 却也表示理解 毕竟她是陈戎王姬 再加上缺乏安全感叹炼拳事也正常 枪炫这一次若是败了 星月翻身的机会都没了 可是她后来急哄哄的要架枪炫 又各种嫉妒小妖 多次诋毁小妖 这既要又要的嘴脸 就着实让人看不下去了 当初 风龙劝她赌一把帮枪炫 这是雪中送炭 日后枪炫必定会念及当日的恩情 她不愿 等到枪炫作吻王位巴巴往上贴 看到沈氏被枪炫敬重还生气 等到枪炫要立后的时候 风龙虽觉得是个机会 却也劝她慎重考虑 毕竟枪炫胸怀天下是个事业狂 不可能和她日日相伴 只爱她一人 她偏要去 结果日后天天怨恨小妖 这不就是既要又要吗 为了安全感 选择了全是可以 为了全是放弃爱情也可以 怎么到头来两个都要啊 星月当初是爱枪炫的 为了枪炫可以付出所有的那种 但她也没有忘记自己是陈荣氏的希望 当得知枪炫是西岩王子欣喜若狂 可是在她的心里 权力永远大过爱情 权力能带来安全感啊 就像枪炫 为了保护小妖选择追逐权力 可到头来得到了大荒之主的名号 全是有了却丢了小妖 星月做王后最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权力 她憎恨小妖并不全是因为爱 更多的是因为枪炫爱小妖 所以小妖对她造成了威胁 她也憎恨阿念 因为阿念分走一部分权力 但是阿念没有得到枪炫的爱 小妖则不同 如果小妖和枪炫在一起了 那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 爱情 权力都没了 这是星月无法承受的 当初星月没有奢求很多 她爱枪炫也爱权力 自己过上了梦想的生活 子经顶的女人不足为据 论权力 自己一家独大 论宠爱 大家都得不到枪炫的爱 可是这时候却出现了小妖 星月发现了枪炫的单相思 权力是人性的照妖镜 很多人理解不了星月 她已经拥有那么多了 为何不能像商阳妃一样 独善其身 因为权力 当上亡后的星月 嚣张跋扈的本性暴露无遗 永不觉得满足 就连枪炫给她一个大笔兜 星月的第一反应 也是服一下象征权力的发赞 这种不满足 也是因为童年缺爱造成的 她得不到父亲和哥哥的爱 和小妖不同 她做质子是没有希望的 小妖还可以等父亲和哥哥接她 星月等的是未知的一天 回到了中原 父母哥哥有事要忙 星月只能自己独处 所以她对小妖很好 觉得两人有共同语言 其实小妖身边 还是有爱她的人的 得到权力以后 这种童年的不满足 就开始控制人心 想要的越来越多 然后就失控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理解不了她 好好地牌打得稀碎 身后两大士族撑腰 父亲哥哥都在朝身居要位 丈夫是一国之主 唯一的缺点是 爱情可是当初你选的是权利啊 但是星月不这么看 好在最后 星月在听到哥哥的死讯后 终于醒悟了 并摘下了全部发赞 我为了追逐一个完全不在意我的男人 丢掉了骄傲 失去了自由 变得面目可憎 心胸狭隘 还害死了真正在意我 关心我的哥哥 小编觉得 这就是剧版的高光时刻 原著中没有说星月的结局 剧版的星月觉醒了 人有了目标 一切都有了动力 星月终于想起了自己身上的家族责任 一切也都会满满变好 谁是这部剧中最低调 最被低估的人 那肯定只属于入收 入收看似柔弱无力 实际上比枪炫更加狡诈和狡猾 他的才能和能力 足以让他担任昊陵大将军的职务 甚至让他娶了昊陵唯一的王姬 接任新一代昊陵王都完全可以胜任 昊陵的居民们都赞成让入收娶阿念成为国王 但入收宁愿抗命被赶出昊陵 也不会娶阿念 凭借自己的实力 香柳即使被他杀死 他也无需依靠娶王姬来取得成功 就像瑕疵玉石相互磨合一样 结合并非为了个人私欲 而是为了整体和他人 对于个人来说 只会带来枷锁和痛苦 西岩和昊陵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战争 双方都有过胜利和失败的时刻 但现在来看 西岩似乎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以入收的老奸巨华看来 任静不足的风龙迟早会吃大亏 他担心的不是风龙遭败账 而是他的士气会受损 枪炫来到风龙时 发现风龙已经连败四场 被入收击溃 脑海中满是对入收的恐惧 每天都在想着入收 谁也没有想到 平时看起来懒散的入收 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更厉害的是 入收还能够运用男女情感 给风龙一个措手不及 这也是西岩遭受最惨痛失败的一次 相当于前五年的努力 都付诸东流了 于江和赤水县是 风龙麾下的重要将领 但风龙并不知情他们之间的私情 然而入收识破了这一计谋 于是他派遣檀芒与赤水县交战 打算以赤水县为幌子 实际目的是渝江 渝江所拥有的浩灵家族血统 达到了一半之多 尽管对枪炫情有毒中 但心中仍然怀有 对浩灵家族的愧疚 如果在战地上 与渝江对战的是西河部的后代 那么他一定会因愧疚而心生畏惧 奇怪的是 在这么多年的战争中 渝江从未遇到过西河部的人 这是入收所采用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让敌方松懈警惕 然后出其不意 攻击其无备之态 利用双管旗下策略 成功地抓住了渝江的薄弱之处和敏感点 一边让赤水县进行困境中 一边让渝江的发小清廉与渝江对战 渝江心中的矛盾凸显 一方面因为对族人内心感到愧疚 不敢实施对清廉的暗杀 另一方面为了拯救赤水尸体 不惜生命危险 冲入为他而设的入收阵法 渝江不明白的是 这一切都是入收的计谋 就等着他上当受骗 如果不是小妖及时施救 恐怕枪炫就会失去这位重要的战将 确实 入收堪称是浩灵王精心培养出来的学生 他既精通军事战术 又善于把握时机 而且还擅长心理学 能真正洞悉帝王的心思 同时也能看透男女之间暗藏的爱情 并加以巧妙运用 世界格局常在变化 长久分裂必将统一 大荒原本就是一个整体 随着西岩不断壮大 征服浩灵 统一大荒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也是枪炫的责任 现在的西岩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 它已经十分强大 具有绝对的发言权 枪炫与古代的皇帝不同 他的胸怀开阔 内心深处充满了慈悲之心 红旭从小时候起 就深入到人民群众中 亲身感受过人民的疾苦 因此他不愿意再看到人民受苦 也不愿因战争 而让无辜百姓流离失所 渐渐削弱明镜的力量是他的策略 在经历了入收的勇敢战斗之后 枪炫认为 入收是师父特地栽培的女婿和新浩灵王 目的就是让他迎娶阿念 继承王位 事实上 枪炫误会了 枪炫正是师父浩灵王为浩灵培养的储君 浩灵王早已察觉到了枪炫的志向 明白他的雄心不仅停留在单一的山水之间 而是追求整个大荒 经过许多年对他的观察和了解 浩灵王认为 没有人比枪炫更适合担任这个世界的主宰 所以他将浩灵和阿念交给了他 非常放心 连白虎 西河部背叛浩灵 归顺西岩 也是浩灵王故意引导他们这样选择的 浩灵王在为枪炫铺平道路 为了让枪炫得到浩灵人的认可和支持 浩灵王没有选择直接将王位让给枪炫 而是认为打仗是必要的程序 了解浩灵的本质 便会明白他的真实意图 陆收对浩灵王的心意了如指掌 无论是一句话 一个眼神 还是一声咳嗽 都能被陆收准确领悟并付诸实践 陆收长期侍奉浩灵王多年 怎会不明白浩灵王明知故犯在朝堂上昏倒 只是为了避免参与战斗 陆收发布命令 要求既不胜利也不失败 不想胜利 是为了不让枪炫感到受伤 不想失败 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 最终的目标是执行浩灵王 不敢公开说出的将浩灵交给枪炫的决定 秦芒是浩灵王的得力助手 陆收是军事天才 可以担任重要任务 而枪炫则可以信任交托整个天下 枪炫不明白师父的苦心 但陆收却懂得 他也认识到 枪炫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君王 值得追随 因此愿意心甘情愿地归附于他 由于向柳忠诚的原因 红江一直是枪炫难以摆脱的巨大困扰 特别是在风龙被向柳用毒箭射杀后 枪炫彻底愤怒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剿灭红江军队 陆收率领着20万大军围剿红江 这场战役异常激烈 打得红江躲在深山老林里 不敢出来 陆收自有对策 放火烧山逼红江出去的 又派于将率水兵在海上把守 随时准备截杀 最初囤积的食物 一度被认为会获得胜利 但是在意料之外 香柳竟然以少胜多 表现非凡 率领着一支精锐军队 成功击败了敌人 为红江开辟了一条血路 实际上 红江逃跑时变化多端 陆收和渝江没有注意到 全力追捕 追踪了数日数夜 在一个遥远的国外荒岛上套 将他围困 动用了各种神秘的力量 即使神器红江也遭到损伤 尽管渝江是神族中最强大的高手 仍然无法战胜他 随后 陆收大将军命令所有士兵齐心协力 以万箭射杀红江 陆收将军在他去世后 才揭露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是一只九头妖怪 这时陆收将军才意识到 自己上当受骗了 尽管受骗上了当 香柳也对陆收的士兵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但是一旦除掉了香柳 最困难的战斗就算打赢了 陆收就能安详稳定 香柳的计谋太妙了 他故意引诱他们前往荒岛 香柳身体上有毒 即便他已去世 他的尸体仍能变成毒水 比起让太阳升起 和将所有地方都烧成灰 变成荒漠的西陵横 更为凶猛 香柳去世后 整个岛上再也没有生命存在 幸好陆收尊重 向柳这位强大的敌人 制止了想要报复的士兵 若非如此 陆收也难逃一死 具有智慧的人会向敌人学习 尊敬敌人是为了保护和提高自己 昊陵王卖卖年卖衰老 却一直没有指定继承人 其子侄们来自武王后代 但才能有限 既不敢使用 也无法使用 陆收是最佳的选择 昊陵王的老臣们纷纷提出劝告 请求昊陵王让陆收取王姬 以便日后能够顺利继承王位 国家不可一日无领导 阿念只心怀有枪炫 就算他不愿意与陆收结婚 陆收也宁愿跳楼 也不会娶他 这也彰显了陆收的精明智慧 陆收和风龙非常相似 都是专注于事业上的人才 对感情都不感兴趣 只想要建功立业 陆收并不看重阿念 也并不在意阿念王姬的身份 因为他本身就是贵族 昊陵王对待徒弟如同对待儿子一样 所以陆收并不需要迎娶豪门 他本身就是豪门 尽管陆收整天笑嘻嘻 但实际上他非常傲娇 他清楚阿念喜欢的是枪炫 因此绝不会去强迫 并且 陆收已经经历过昊陵少浩和西凌衡的悲剧 结合王姬就是结婚 结婚的人又有几个会幸福快乐呢 即便可以通过婚姻获得权势 陆收也不感兴趣 做皇帝很难 他愿意终身当个臣子 陆收和阿念一同成长 对他的性格了然于心 尽管阿念承担父亲的责任而成长 陆收仍然始终将他视为孩子 妹妹 无法实现带他回家宠爱他 陆收若是娶了阿念 立场就不同了 他就要肩负其保护昊陵的重任 就不得不跟枪炫决一死战 这跟昊陵王的打算相悖 也不是陆收想要的结果 陆收和枪炫是师兄弟 他们之间感情深厚 他也不想和枪炫决裂 只有陆收屈服于枪炫 让阿念成为枪炫的王后 才能避免激烈的战争 枪炫具有统治大荒的能力 昊陵王有保护昊陵的能力 陆收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高仁义等 普通人们所见到的只是外表 他们都认为是枪炫击败了昊陵 实际上是昊陵王和陆收新暗中合作 一个策划 一个执行 最终取得了成功